文江诗华在山东西王南兰面前,第四节的富邦勇士,俨然变成了晋州勇士。 单截取胜山东南兰17分,从落后14分到领先3分,无疑山东西王南兰短时间内,没有让人看到希望,甚至两场热身栽下来,单看得分,古德洛克的20分为队内最高,但那只是凭借相当多的出手机会换来的,其得分效率明显不如丁燕宇航,而且其处理球的合理性保守质疑。 作为一名小外援,如果不能再把控节奏上给全队帮助,恐怕很难融入到全队体系中去。 如果说面对三星闪电只是古德洛克的第一场比赛有些生疏的话,那么第二场比赛丝毫没有好转。 关键的第四节,传球被卡断,强行三分出首篇的离谱,全场比赛下来几乎没有像样的突破。 按正负值来衡量的话,毫无疑问是负数,至于是不是全队效率值最低,那就要看王汝恒是不是活雷锋了。 现在看,古德洛克当然不是一无是处,但是在目前的山东队中,他显然不是后场核心和领军人物,甚至就正负值的角度讲,他也许会成为山东队史上最差的小怪员。 如果山东队不想很难堪的话,也许不会换回杰特,当然杰特已经35岁了,其突破的犀利程度不比巅峰时期,但他的传球大局观和三分,依着是非常稳定的。 在效力山东期间,杰特场均可以贡献27.5分四篮板鼓助攻,在为天津效力期间,年龄增长的杰特数据不降反升。 17到18赛季杰特场均交出30分4.3板和6.2次助攻的全面数据,其三分命重率稳定在40%左右。 关键是杰特与山东大部分球员并不陌生,磨合起来应该没有问题,就看山东南篮如何取舍了。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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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